韩丽重新回到山谷之中 抬头望去 就见高空中八道光柱 依然助力在那儿 上面的巨大漩涡 也在悠悠地旋转着 那名方姓长老 也仍旧躺在水潭边上 丝毫没有苏醒过来的迹象 那头雪尸傀儡 尸头高昂地守护在他身旁 对于韩丽的出现 并没有什么反应 韩丽略以沉吟 从高空中飞落下来 尚未落地 就忽然感到一股 强烈的空间波动 从水潭上空的白色漩涡中 传了出来 他连忙停住身形 抬头朝上方望去 只见漩涡之中 忽然白光大盛 剧烈地旋转起来 紧接着 就有一道人影 从中一闪而出 衰落了下来 此人呢 一身轻袍破烂不堪 浑身鲜血淋漓 身上到处都是 深刻击骨的伤口 那凄惨的模样 简直和躺在地上那方长老 是一模一样 那个人一看到 韩丽的身影 立即大声呼救 导游 救我 救我 韩丽只是瞥了他一眼 眉头一簇 把目光 移向了漩涡之中 只见漩涡内 又是一阵白光涌动 一道黑色的人影 从中一闪而出 手中拎着一柄 黑色长刀 放肆地大笑 怎么撇下同伴 自己就先逃了 这可不像你之前喊的 替什么鲁长老报仇的模样啊 韩丽上下打量这人一眼 目光顿时落在他手中 那柄黑色长刀上 这不正是之前方盘用过 后来被我从无常盟中 剑卖掉的那柄黑刀吗 此时 那个人也注意到韩丽 黑色斗篷下方露出半张 略带焦黄的面容 额头上还带着 某种金属质的护额 反射着暗青色的光芒 正是十方楼中来人 围首三人之一的虫鸾 他黑黑一笑 竟然还有一个漏网之鱼 正好没尽兴 那就一起收拾了吧 虫鸾说吧 手腕一转 这长刀在半空中画过一道弧光 骤然劈下 这一刀看似轻描淡写 可是在他劈出的瞬间 刀身表面骤然亮起一圈圈细腻的灵纹 随后通体黑光大作 数百道灵力至极的黑色光刃 从中密密麻麻的飞卷而出 分别朝着寒厉和那青袍老者飞射而去 当然大半是冲着寒厉飞来的 只有少部分是冲着老者飞去的 这浑身伤痕累累的老者 早就吓得是魂飞天外 在虫鸾说话间就已经回身做起 凭借着所剩不多的仙灵力 将两枚银色的圆球拍了出去 在一阵荧光闪动下 画出两具银甲傀儡 挡在了身前 与此同时 他的身上青光一闪 一套多有破损的青色木甲 便浮现在了体外 而韩丽眉头一刺 手腕一转 一柄青色长剑出现在手里 他单手持剑朝着那些黑色光刃 虚空横扫而去 只见他手中长剑青光暴涨 随即幻化出数百道青色的剑芒 纷纷四散飞掠而开 朝着那些黑色的光刃斩去 蒸蒸蒸 一连串金石焦机之声 此起彼伏地强起 黑色光刃与青色剑芒焦机 掀起一轮轮黑青香焦的焦羊 纷纷崩碎开来 化为了星星点点两色光芒 就在这时候 呼听那青袍老者突然大声疾呼 导游小心 这黑刃 话还没说完 诡异的一幕出现了 只见那些已经消散开来的黑色光点 很快又重新凝聚起来 化为一道道黑色的光刃 依旧沿着之前的轨迹 朝着二人飞射而来 气势较之之前 没有丝毫的衰减 挡在青袍老者身前 两具银甲傀儡 手持九节钢鞭 朝着那些黑色光刃击打而去 却被数十道光刃一斩而过 静止断得粉碎 接着青袍老者体表护体光芒瞬间爆裂 身躯被无数的黑色光刃锁化的洪流冲过 变得千疮百孔崩碎开来 紧接着青袍老者身上的青甲 也被青色的黑光光刃 展得表面灵光狂散 眼看就要碎裂了 一旦没有了青甲护齿 他肉身暴露在这黑色光刃当中 恐怕青刻间就会化为一堆碎肉 就在此关头 不远处那头血尸傀儡 忽然身形一个猛扑 落到了青袍老者身前 两条钱币模糊 无数着影漫天浮现 痴痴之声打坐 着影和那些黑色光刃方一接触 密密麻麻的着影立即崩碎而开 但是也挡住了不少本就不多的光刃 剩余那些则被血尸傀儡的身躯硬挡下来 早就化为了一个血人的老者神情一松 口中喷出一口鲜血 整个人一下子瘫软在地 与青袍老者相比啊 另一边的寒历早要从容许多了 只见他手腕凝转 长剑自以挥动 密集的剑光立即飞射而出 在他周围构建出一片青色的光幕 那些古怪的黑色光刃 不断击打在剑木之上 不断崩碎开来 后又不断凝聚 继续劈砍在剑木之上 如此反复多次之后才灵光消耗殆尽 彻底的消散开来 这一切说来话长 但确实只是发生在重鸾一刀劈下的两三息期间内 重鸾看着这一幕 甜甜嘴唇怪笑道 哈哈哈哈 没想到你与那些废物还不太一样 还真有点能耐 很好 那就看看你能坚持多久吧 话音刚落 他的目光骤然一寒 改单手持刀为双手握刀 周身之上亮起阵阵的乌光来 紧接着就见黑刀表面浮现出一层黑色的光芒 一条条金色细线从中浮现而出 勾画出一团团古朴的符文 从中传出阵阵令人心计的恐怖的波动 附近虚空之中 凭空生出阵阵的狂风 席卷着刀身 引动天地灵气狂涌而出 尽数朝着黑刀之中涌去 一时间呢 灵朝波动绵绵不绝 有如潮汐 而随着天地灵气的不断涌入 黑色长刀上的金色细线光芒越来越盛 凝聚而成的符文也越来越亮 看起来就仿佛要突出刀身一般 一波波刺目光晕 朝着周围散发开来 其中夹杂着强烈的法则之力的波动 引得整个虚空都为之震颤 韩丽看着眼前这一幕 眉头紧促 心中不仅有些疑惑 分明是同样一把黑刀 在此人手中运用出来 威势之强竟远远不是我和方盘能比拟的 莫非他将是此刀原主任 正在这时候 虫卵口中忽然发出一声爆火 身形在高空中一个凝转 以自身转动之力带动刀身旋转 朝着韩丽猛然劈砍下来 就听到争的一声锐响 一道巨大的黑色的刀光 严长百丈从空中披落 刀锋两侧虚空震荡 天地灵气被席卷而空 一股惊人惊惧的压迫之感从中不断传出 韩丽的双目中金光一闪 一手掐动剑绝 一手持剑朝着相方斜撩而去 常见的剑身之上灵纹大亮颤鸣不断 一层层青色流光如十字般流淌而出 一晃之下 一变二二变四 轻刻间幻化出数十道青色的剑光来 接着 所有剑光又纷纷朝中间一合 凝聚成一道长达百丈的青色剑影 朝着剧情光刀劈砍而去 这一剑斩出几乎天地色变 所过之处几乎将虚空劈开一般 轰隆一声 高空之中传出一声 震破天穷的巨大轰鸣 刀光剑影狭路相逢 轰然对撞在一起 一股近乎毁天灭地的巨大震荡波动 引得整个盛魁门主岛都震荡不已 以至于 岛屿广场上正在交战的众人都出现短暂的迟滞 继而又陷入了血腥的厮杀里 就连高空之上 与十方楼金仙交战的云泥等人 也是感受到了主岛上传来的异动 只是由于眼前的战斗实在太过凶险 不容许他们有丝毫的分心 故而谁都没有去分神探查 倒是那八面男子黑黑一笑 颇为轻松的自语 看样子圣魁门还有些厚手嘛 就是不知道 惊不惊得起重鸾那疯子的折腾 山谷深潭边 躺在血尸傀儡后方的青袍老者 在这股巨大力量冲击之下 终于口中喷出一口大的鲜血 双眼一黑 昏死了过去 失去意识之前 他的心中感到无限的懊悔 若是之前没有将交尸武支开 而是带他一起进入禁地 或许另外两位长老就不会战死 那句仙傀儡 就不会被人夺走 不过再如何悔恨也没有任何用处 只能期盼交尸武能够战胜此人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